欧阳暖陷入沉思岛 的确 如果是南兆人做的 这人能够在驿馆内部动手脚 在水源里下点东西 让他们无法逃生 不也是很容易的事吗 何必让他们逃出来呢 萧重华笑道 但这仅仅是猜测 目前的证据 并不能证明是别人故意纵火 而且就算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也很难向高昌解释 堂堂大国 居然连驿馆都保护不好 还被人钻了空子 所以陛下如今也急于将此时压下去 而不愿意深究 欧阳暖想了想 不由摇了摇头道 不管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都是整日里盈盈碌碌 费心费力 后院和前朝也没什么不同 都是勾心斗角 争来争去 萧重华默默地摸了摸她的头 表示同情 欧阳暖一把抓住她的手道 怎么我觉得 你最近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看待 萧重华 萧重华看着她 很认真地说 你本来就比我小 欧阳暖失语 的确 她比萧重华要小 而且要小六岁 过了片刻 她才笑道 荣郡主倒是比我大 不是更适合做明君王妃 萧重华笑道 我从未打算过要娶她 就专心算计你来着 欧阳暖挑眉 轻笑道 可是 如今算计着要进你家门的 可不止一个盐花蕊吧 萧重华戏谑地说 哦 我的暖儿吃醋了吗 吃醋 她会吃醋吗 欧阳暖似笑非笑地说 我只是好奇 为什么连生患隐疾 都挡不住这些人 难不成 还要来点更到位的理由 什么是更到位的理由 这个嘛 欧阳暖倾咳了一声 转移话题道 公主在燕王抚养上 明君王是不是要去看望 萧重华 看望 不去 我很忙 欧阳暖早就料到她的回答 慕洪雪虽然住进燕王府 可平日里除了欧阳暖 谁都很难见到脚不沾地的萧重华 就是欧阳暖 也往往是天黑了以后才能见到她 而慕洪雪本人 也是一心一意的养伤 除了董飞和欧阳暖 其他人基本都是不见的 因为高昌公主住在燕王府养上 这几日来探病的人 也是一波接着一波 打发这些人 也很需要一些时间 欧阳暖大多也不理会 全都交给孙柔宁 害得他叫苦不迭 欧阳暖道 九皇子也要住进来 这多有不妥吧 哪儿有义国王子住进燕王府的 外人会怎么看 萧重华显然也很不满意 他以照顾妹妹为借口 陛下也无法拒绝 不过 他还有两日才能进府 到时候若是他在 你尽量回避就是 欧阳暖靠在他的怀里 奇怪道 为何 萧重华无语 尽管心中不断劝自己要大度些 可是想到 又会有一个男人 围在自己妻子身边打转 他的心情就很不好 非常不好 他是一个男人 还是一个对欧阳暖身边的动静 了若执掌的男人 九皇子看欧阳暖的眼神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而九皇子对自己的态度 也很是微妙 说不清究竟是嫉妒还是怨愤 仿佛有一种情绪隐隐压着 莫名其妙多了个情敌 萧重华实在不知道 这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虽说自家妻子十分美丽 可对于见惯加厉的九皇子来说 不至于只见一面 就神魂颠倒吧 萧重华心中一直怀疑 是不是有什么疏漏之处 于是 他重新调查了九皇子这个人 得到的消息 是他曾经流落于市井之中 这让萧重华意外之余 又有些明误 欧阳暖虽是名门千金 却也曾经出过门 那时候 有个人对他一见钟情 也不是什么怪事 只是这九皇子的眼神 实在让他心里不快乐 尤其是 这九皇子住进燕王府 三五步时 在那公主宴子里转转 借机会进那暖儿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萧重华叹了口气 低下头道 没事的话 不要去别的院子 好好在屋子里待着 欧阳暖道 这又是为何 萧重华道 防止灯涂浪子 欧阳暖失笑 抬头道 你这醋吃的 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应该是我提醒你 非礼物事才对 虽然萧重华这样说了 可欧阳暖却没有办法 回避九皇子 因为他虽然住在前院 却每天都会跑到 慕红雪屋子里坐一会儿 欧阳暖觉得无可厚非 只是多少要避嫌 所以每次都与他错开时间 然而奇怪的是 不管欧阳暖什么时间去 慕轩园都能准时 过一刻踏进院子 如此重复了两次 欧阳暖几乎怀疑 慕轩园是不是在这里 故意等着自己 可是过后一想 却觉得不可能 慕轩园是高昌九皇子 他有什么理由 非要见自己不可 他欧阳暖 又没有慕红雪那样绝顶美貌 还是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再一次在慕红雪院子里的走廊里 撞个正招 慕轩园眼睛虽然变得阴沉 压抑了许多 但还是年轻的 看到他的那一瞬间 虽然面部表情没有变化 眼神却在一瞬间 占出惊喜的神色 只是勉强压抑着 才没有立刻跑来和他说话 欧阳暖背着眼神 看得心里发毛 淡淡醒了一里 就要过去 明镜王妃 请稍等 慕轩园道 欧阳暖回过头 奇怪地看着他 明镜王妃 高昌的风景很美 你去过吗 欧阳暖愣了愣 略一停顿回答道 九皇子说笑了 我生于京都 长于京都 从来没有出过大礼 那 你可否愿意去高昌一看 慕轩园道 什么 欧阳暖惊道 高昌不但有巍峨的高山 还有漂亮的大海 和大礼朝的风貌完全不同 明镜王妃 可愿意去看一看 九皇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啊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欢迎你和明镜王 一起来高昌做客 欧阳暖微微一笑道 有机会的话 当然乐意前往 在此先多谢皇子盛请了 慕轩园看着欧阳暖 微笑着说 好 一言为定